我剛錄取開南大學國際物流運輸管理學系 預計於大學剛報到的時候 去申請韓國交換生 在明年二月就出發 在專業能力方面 我預計在大儀的時候 參加物流的證照訓練版 考取國際物流相關證照 這樣一來我在語言跟專業技能上面 都可以有很好的發展 這樣未來再進入國際物流的公司會更好 在明年大一的暑假 物流精英計畫會派我到美國洛杉磯 進行40天的見習活動 在大學前三年 我希望可以在語言跟物流專業技能上 都有很好的學習 然後在大廁的時候 可以去到DHL或是UPS等國際物流公司實習 並且保留公司郵輪的資格 和食物流公司